天使的電腦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電踏少女 今天啦 跟IVY來到的就是Sony的新機體驗會 那我們今天的主角就是大家手上的這一台 它這台就是APS-C系列旗艦機種裡面的Alpha 6300 那另外呢 今天還有就是新發表的另外一個 就是G-Master系列的鏡頭 大家有沒有看到 超大一個 那他們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一起看下去吧 那接下來呢啦啦要帶他我們來看一下A6300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它的感光元件升級囉 它呢使用的是XMOO2 CMOS的感光元件 那在這感光元件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有四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呢它的有效畫素呢就是有2420喔 那非常的厲害拍起來畫質就還蠻清楚的 那第二個呢則是它的自動對焦的速度是目前統計機最快的是0.05秒 那我們剛剛呢就是拍攝的時候就覺得還蠻有感的 那另外呢第三個呢就是它的就是在連拍的時候最多可以連拍11張 而且呢就是連拍的速度非常的好 我們可以就是示範一次給他們看 你看在這邊按這個模式然後連拍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連拍速度 是這樣子呢就完成一個連拍的動作囉 那再來呢則是它搭載了就是4K錄影的功能 那通常呢就是在旗艦機才有的 那現在呢也加入在這一台裡面囉 那接下來呢拉招招我們來看一下就是G-MASTER系列的鏡頭啦 那它們呢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就是它們搭載的就是XA極限非從面鏡片 那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可以拍出高畫質以及呢就是漂亮的傘景 因為通常啊就是我們傘景在高畫質的情況下可能就會拍出就是一圈一圈的像洋蔥的年輪一樣的感覺 那但是呢它這個新的鏡頭的話就可以拍出漂亮又柔和的傘景喔 那它我們有沒有發現 欸 拉拉現在手上有兩顆G系列鏡頭 那這兩顆呢最大的差別呢就是像這一顆2470 那它是主打旅遊跟人像的鏡頭 就是你可以拍遠也可以拍近然後都可以拍出很厲害的照片 那另外呢這一顆85 這一顆呢就是它是定焦鏡 那它的主打就是極限人像的鏡頭可以把人就拍得很漂亮喔 那它呢實際的售價跟就是會在這邊 然後呢還有呢它的上市日期會公佈在Sony的官網上 那剛剛呢拉拉先介紹過的α6300的話呢 規格以及詳細的售價都在這邊喔 那今天就介紹就先到這裡啦 那它們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的話 別忘記訂閱天傘少女的頻道 還要給我們片個like喔 大家掰掰